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2023年8月2日 俄乌战争进入第525天 首先继续来看看昨日战报中提到的 三艘外国船只抵达乌克兰的事情 8月1日,以色列AMS1号船无视俄罗斯对黑海的封锁 进入乌克兰多瑙河河口,紧随其后的 还有另外两艘来自希腊和土耳其格鲁基亚的船只 这三艘船只如出一辙,从一开始就打开硬拉机 明确表示乌克兰是最终目的地 有分析人士指出,三艘船只以自己的例子表明 尽管面临俄罗斯联邦威胁,但他们可以前往乌克兰 俄罗斯联邦无法阻止这些船只并在黑海进行搜查 我认为这话说得早了,还得看看他们能否装着粮食安全离开 尽管俄罗斯人突然发疯了 直接向这三艘船开火的可能性非常小 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方面并不认为这是一次突破 自俄罗斯退出粮食协议以来 俄军已经炸掉了18万吨乌克兰粮食 此外,俄罗斯人还摧毁了26个港口基础设施和5艘民用船只 安全起见 近期,乌克兰方向采取曲线越粮的可能性比较大 8月1日,乌克兰外交部长库莱巴宣布 克罗地亚同意乌克兰使用克罗地亚多脑河和亚德里亚海港口出口乌克兰粮食 当然,我仍然坚持此前的判断 俄罗斯不太可能扛得住各方压力 最终,重返粮食协议的可能性非常大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昨天表示 美国已经掌握了有关俄罗斯联邦准备重返粮食协议谈判的信息 回到战场上来 巴格莫特方向过去一段时间 南亿的三个村庄已成俄军的绞肉机 由于附近的几个高地掌握在乌军手中 乌军架起的大炮和重型迫击炮可以目视瞄准 轰炸密布的嵌豪内的俄军 地面部队则耐心的逐个阵地的清理残底 俄军不顾惨烈的伤亡 增派一批又一批的预备队进入了村庄 但仍然无济于事 则日,乌军第五突击旅已在K村方向 拔掉了俄军在铁路以西的所有据点 此外,K村北部的公路也被乌军切断了 可以说,目前乌军已经基本将K村收入囊中 南部三村只有库九米夫卡的俄军还在苦苦支撑 扎波罗罗的前线 乌军继续朝多个方向推进 他们面临的最大障碍仍然是密布的地雷 而俄军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补给困难 且缺少必要的轮换 在西线的罗伯地尼方向 乌军正在围堵俄罗斯联邦第58集团军的部队 目前他们已经绕到了该阵的南部 如果俄军不撤 很有可能会面临补给被断的困境 英国国防部分析认为 俄罗斯第58阶段军很可能正因战斗疲劳和前沿部署团 已经在激烈战斗中精疲力竭而苦苦挣扎 东线大诺沃西尔卡方向 为了遏制乌克兰军队的进攻 俄罗斯不得不从东部和南部战区调集援兵 这导致他们之间的协调问题 此外 根据英国国防部的估计 占领军在乌克兰南部还面临弹药和储备短缺 以及确保侧翼安全的困难 看起来乌军前一段的坚定的打击俄军后排 的确已经取得巨大成效 顺便来一个战斗镜头 乌军爬到了树上 用镖枪打俄军的T90 东北战线 俄罗斯媒体确认俄军在库布扬斯克 斯瓦托夫附近的攻势已经失败 他们上周艰难的占领了这里的三座村庄 辛格罗夫卡 纳迪亚 谢尔盖耶夫卡 已被乌军全部夺回 纵身方向8月1日堪称最热的一天 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 乌克兰情报局 称8月24日乌克兰独立日会很热 值得期待 先是乌军用海马斯 对赫尔松地区面向克里尼亚的 贾里尔哈赫岛阵地 进行60公里纵身打击 击毁俄罗斯军队 五大片步兵和装甲车 然后塞瓦斯托布尔附近的 俄罗斯黑海舰队后勤中心的军火库 发生爆炸 再然后 乌克兰赫尔松地区 雷巴尔石村附近的一个 俄军弹药库被去军事化 还有蹲进磁克方向 火车站地区也有棉花 此外 马基耶夫卡 亚西诺瓦塔亚附近也发生爆炸 最后是莱曼方向 一个隐藏在树林的俄军 迫击炮阵地 在几分钟之内 被远程炮火摧毁 俄罗斯本土也不消停 8月1日 在网络上上百万个视频后 莫斯科当局承认 乌克兰无人机和上次 飞到了同一座塔 有军事博主们判定 发动袭击的乌克兰海力无人机 因为在莫斯科 发现了这种无人机的发动机残骸 稍晚 俄罗斯布良斯克的BC仓库也发生爆炸 吴总参发布的昨日战果 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波兰国防部证实 白俄罗斯直升机飞越了该国领空 北约也通报了这一事件 2023年8月1日 两架白俄罗斯直升机 在边境附近进行了演习 侵犯波兰领空 越境发生在比亚沃维扎地区 海拔非常低 雷达难以探测到 因此在早上的消息中报道说 波兰没有记录到领空侵犯行为 波兰方面下令增加边境士兵数量 并分配更多的部队和装备 包括战斗直升机在另一边 白俄罗斯总统网站报道 卢卡申哥总统在视察布列斯特州时指出 我不希望我的人民在我的任上打仗 我只是想让你们明白 我们是和平的人 我们曾经为我们的历史而战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 我很清楚这一点 我知道这里有太多的死亡 不仅仅是在布列斯特要塞 有多少人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受伤 见证者还活着 每个家庭都有人死亡 因此我不希望我的人民打仗 特别是在我的任上打仗 老卢这段话呀 说的倒是不错 而且我绝对相信 他正全力避免被克里姆林宫脱下水 8月1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今天表示 瓦格纳PMC集团 对波兰的任何攻击或侵略 都将被北约视为俄罗斯军方的攻击 这一下没有模糊的空间了 瓦格纳还是去非洲混吧 毕竟在那边杀人越货 势主都没能力或者说意愿跟他们计较 8月1日 不明身份者纵火焚烧俄罗斯城市 乌兰乌德军事登记和征兵办公室 过去24小时内 俄罗斯至少有12个军事登记和征兵办公室被纵火 最后我想以两件小事来结束今天的战报 去年在一九母惨案发生之后 波兰总理马太乌什莫拉维茨基发表讲话说 你们看到的是不查 你们看到的是一九母 但我们看到的是卡廷惨案的再次发生 波兰不会忘记82年前发生的事情 几乎所有的邻国和相当数量的欧洲国家 都曾遭受过俄国的侵略血债累累 为了避免历史重演 他们一定会全力支持乌克兰 一劳永远的解决问题 俄罗斯不可能会赢 也是去年 卡特琳娜巴比奇 一位在前线担任医务人员的普通乌克兰女孩 在接受采访时说到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粉碎乌克兰人的精神 我们可能会痛苦的尖叫 我们的灵魂可能会被撕成碎片 但我们永远不会屈服 在过去525天的战斗中 乌克兰人民已经证明这一点 他们一定会战斗到底 直到胜利的那一天 这就是这场战争的必然结果 不需要专家来预测